为啥换这车额 今天来说一说新款哈佛H6 这不是新上市的吗 一共是6款车型 售价区间是21.48万到27.98万 等5座和7座两个座椅不及的车型 按价格从低到高来说 就是5座精硬型 7座数响型 5座志响型 7座豪华型 5座尊响型和7座总归型 新款是中期改款车型 然后在外观内饰配置动力 这些方面都有优化什么 来看车 外观 前颗衔采用的是镀铬四边形的样式 搭配了直腹式的镀铬中网设计 前包围两侧的散热开口 也配备了纵向布局的LED日间形容 看起来是十分霸气的 车身侧面 新款车 它这个腰线上腿 并且贯穿到车位了 还有搭配大尺寸6条浮轮圈 看起来更加有越野车的韵汉味 内饰新车用的是全夜景一秒 然后搭配四幅式度功能方向盘 中控多媒体触控品 是内嵌式的设计 采用全新12.3英寸的车系系统 拥有腾讯 TA3.0生态系统手势控制 中控台中央下方保留一些物理按键 电子挡板采用有损失的设计 空间上其实新车没有做过多的优化 还是跟之前一样 配置方面 新车配备了CCO越野轻航 加TAB的坦克转弯 12.3英寸的夜景一秒 FT棕的内饰配色 主驾驶的赢金功能 疲劳驾驶提醒全系标配新车系统比 选顺性就可以了 性价比最高 而且配备后差速座 主被动安全配置 给的也还是很实用的 七座 我觉得你看你个人喜欢 因为如果你买七座 使用场景不多的话 咱们可以忽略了 毕竟它的后排空间保充不了 好了 有下问题 此行 赛克